希望透過書法 喜致的這樣的一個教育活動 去表現人的存在價值 跟人的一個社會發展的一些心得 跟個人的一個表現的風格 我想這個部分是很有意義的 鶴舞旋風 陳丁騎書意金瓶展 全台巡迴此次來到最後一站 1月20日在板橋藝文中心盛大開幕 主辦單位創架學會代表 洪玉柱副理事長 創作者代表陳昭庚先生 新北市政府秘書處李立鎮處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系林靜忠教授 新北市私立辭修高中李玉美校長 以及來自各地文教界的嘉賓 也到場共襄盛舉 陳丁騎老師書法線條變化莫測 字體造型前資萬態 自創的書畫筆法成為他獨特風格 他的風夫一臉 但是他不是只在表現風夫 他好像寫字就在跟你講話一樣 等一下周圍去看他的作品就可以知道 他這一件好像告訴你說 這樣你感覺如何 那一張這個 都寫正凱怎麼會有什麼 梅蘭竹菊什麼春竅秋冬 他是藉由不同的凱書的味道 來表達不一樣的風情 他根本就是在寫字 是在表現他的心中的一些感想 陳丁騎個性平時 醫生作育英才無數 甚至連領終都不忘數億的傳承 到了醫院的時候 有一些嘉賓的一些學生就來了 那來的他就說 他那時候還想著說趕快 那個不知道是 他是已經有意思還是沒意思的 就說趕快拿筆拿什麼來 我來教你們 你們站這裡我趕快教你們 趕快講我的最後的一個一口氣在我 都要教你們 你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有一個學生就趴下來 那他拿大筆拿毛筆來 老師摸筆來 他在他背上就在那邊寫 沒有沾目就在寫 他的一生就是這樣在做 鶴舞旋風陳丁騎書藝精品展 展期從1月17號到5月5號 在板橋藝文中心展出 歡迎前往觀賞 領會起筆墨之美